大家好 我是Nathalie McDonagh 这里是澳大利亚悉尼现场直播 很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亚是通往亚太地区的门户 而除了量化宽松政策 经济增速放缓 选举 还有许多事件都在该地区发生 今天与我连线进行讨论 日本 中国等经济体对澳洲影响的嘉宾 是CMC Markets公司的里克斯纳普 里克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很高兴见到您Nathalie 很多人都认为 日本上周一公布的GDP数据 将会成为选举的决定性因素 在您看来 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官员们会做出什么应对 您说的对 最近对于经济数据 对选举潜在影响的传言讨论非常积极 许多人认为 如果经济数据持续恶化 那么选举将会提前举行 也就是说 这些传言很有可能将会成为现实 公布的GDP数据显示尤其疲软 第三季度GDP下滑1.6% 远低于市场人士预期增长的2.2% 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 日本经济还需要实施更多的政策 央行仅仅仅实现量化宽松政策 还不足以提高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 日本经济还需要结构性和税制改革 当前的经济数据很不积极 这强调了有必要提前进行大选 安倍先生呼吁民众让其批准类似的改革措施 您刚提及量化宽松政策 上周交易时段内 澳元对日元小幅上升 基本上这是自去年10月份 日本央行宣布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典型的趋势 在您看来 总体上这在澳元汇率是如何显示的 我认为这种上涨只是整体趋势上的一个补充而已 目前我们看到十大国集团内形势分明 其中日本和欧洲的经济表现最为疲软 如果比较日本和澳大利亚 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人口增长 预计未来数年里 日本劳动力数量将会每年降低0.4% 而澳大利亚劳动力人数将会增长1.6% 数据表明大约该数额60%是移民 所以日本需要改革生产力参与率 促进经济增长 但目前为止还未见变化 日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接着让我们谈一下中国 上周四公布了PMI数据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最近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您对此有何看法 大家都知道 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一的中国 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然最新的工业数据也不例外 总的来说 中国近年来的整体经济表现一直相当积极 出口甚至还超过了预计 但另一方面 我们还是看到了该国国内经济 有明显放缓的迹象 这也最终导致了工业生产有小幅的下跌 当然市场所有参与者都会密切关注近期的PMI数据 至少要了解未来的变化预期 PMI数据应该要超过50 这才会在原则上符合7.5%工业生产量增长的大体趋势 让我们回到汇率上 刚才已经谈及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 这也使得澳元对日元出现了升值 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 您认为不久的将来 我们是否会看到亚太地区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动 同时也会看到十大集团国的货币发生变化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尤其是未来汇率的趋势变动 都将取决于经济体增长的差异 我相信未来美元汇率会继续升值 总的来说 美国经济现在看起来相当稳定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 因此这个国家经济可以承受汇率的上涨 而不会感受到压力 正如刚才您所正确指出的 这可能会对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带来影响 到目前为止 我还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 这一切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 里克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谢谢您 娜塔利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